有幾個東西 低疊底下 你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叫什麼呢 Python 363個這個 因為我剛剛是指定位置 OK 你等一下檢查一下 如果沒有表現有錯 OK 第二個的話你一定會有這個Eclipse OK 那我是把按右鍵 解壓縮 直接解到低疊 但你怎麼解的無所謂 反正只要找到 這兩個 那它分在不同的資料夾 我必須要把它 合併在一起 另外一個問題說 這Eclipse 因為可能像我的習慣 可能開發很多東西 那 這個到底開發是for什麼的 所以我這邊 打開它 不是 更正一下 我乾脆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我這個Eclipse的環境 我主要是要 拿它來做什麼呢 重新命名 拿它來做 開發Python 所以我習慣加個底線 underline 然後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個 Python OK 意思就是說 這個環境是 我拿它來做什麼 那個 開發Python OK 但是 有個問題 如果你把它打開 打開 不過 你可能要注意一件 幾件事 有可能 你打開的時候 它會跳一個錯誤 說 沒有Java的JVM 如果沒有Java的JVM的話 你可能要把Java裝進來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好像因為 之前有安裝過了 所以它不會跳 但是有可能 有可能會跳一個什麼 你沒有那個Java的JVM 因為Eclipse 它裡面 背後是用Java寫的 所以有些地方還是需要 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Java要不你就是到什麼 到那個官方網站上面 Oracle 的網站上 有沒有 去下載那個什麼 Oracle 這個網站 應該知道這個東西吧 甲骨文這個網站 因為呢 Java已經 被那個什麼呢 被Oracle給bin掉了 所以目前的話 你要找Java東西 只能到Oracle裡面找 然後下載它的什麼呢 Download那個 Java的 Java SD 就是它的JDK 請注意一下它的JDK裡面的話 你要去下載 這個地方 它進來之後的話 有點不好找 因為 常常改版 我光有時候找這個東西 我自己也找 找了 蠻久了 裡面的話你就找什麼 找它的那個 開發的環境 這邊有個Download Download Java SE For Developers 然後呢你就找什麼 不要找最新的 還要找下面這個版本 叫Java的8 為什麼呢 Java 10 最新是Java 10 舊的8 才有 32位元的版本 Java 10 我剛剛點進去看一下 要記得點JDK 它裡面的話呢 只有 X64的 它沒有 X86 X86就是 32位元 所以怎麼辦呢 你 記得下載的時候 就下載這個 JDK 有沒有 而且是 Java 8的 後面是它的版本編號 不管 這邊的話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那個 我們要的 X86版本 就這個版本 OK 然後你要怎麼下載 你這邊下點 不行了 你要先 Accept 你要先同意 它的條款 再去下載它 它就Download了 如果你找不到 因為這個太難找了 你直接到雲端上好了 雲端裡面我有一個什麼 開發安裝環境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個 JDK啦 如果你 假如以後啦 可能有可能有 有可能像我們這邊已經 裝過就不會有 如果你打開 發現它會有一個訊息 那你就裝這個之後 它就直接就可以開啟了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Workspace 那什麼叫Workspace 就是你將來 產生的專案你寫的程式放哪裡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預設C跌的話有個問題 就還原之後就不見了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 請你把這個 C跌請你把它改成D跌 OK 然後呢 這個目錄 記得就把它Delete掉 留下什麼 留下那個Eclipse 1-Workspace 不過有時候我會習慣什麼 乾脆把它改成什麼 叫做Python Python 的Workspace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不改名稱 那如果像這邊電腦如果也有別的 課程 在進行 它一樣叫Eclipse Workspace 你們不就衝到了 結果它的東西也寫在裡面裡面 最後混在一起就麻煩 所以乾脆 我們改一下名稱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OK 按Lunch一下 這樣就打開了 不過呢 它因為這個環境是forjava的 所以你目前是可以開發 Java 但是不能夠 開發 Python 可是呢 我們要變可以開發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 Eclipse提供一個外掛的功能 外掛就可以了 OK那要怎麼掛呢 打開了 OK 當然如果我是建議啦 以後如果你還要學其他的語言 包括Java C C++ PHP 等等的 你就熟悉它就OK了 因為這環境都通用的 OK 一網打進了 所以為什麼我建議用這個 因為我也熟了 因為我以前就教 教前面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延續 對我來說 並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如果你有興趣學前面的東西 好像我YouTube上有一些影片分享 OK 然後 再來的話 Wilcam把它關掉 這樣就OK了 這個就是它的開發環境 但目前 File裡面new一個什麼呢 你會看到它有Java的project 但是沒有 Python的project 怎麼辦呢 接下來 打開來了 再來就外掛 OK 那要怎麼外掛 特別注意 我們可以到Windows Windows Windows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 Prefurnies 這邊 就是一個 算什麼 設定 一個什麼環境設定之類的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跟正 跟正一下 還沒到這裡 先到HELP HELP 因為我們要掛一個 那個外掛 所以請你到什麼呢 Install new software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它可以藉由安裝外掛 讓這個環境可以開發 Python 應該可以理解 點下去 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那你的東西在哪裡 你就add一下 記得先add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那個 外掛的名字叫什麼 那你那個外掛的網站在哪裡 那我要幫你download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需要一個網址 那個網址在哪裡呢 其實 就是在我們這邊 請你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畫面add 12 請你把這個網址 Ctrl C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把它抄在白板上 你自己打一定會打錯 太長了啦 所以請你 乾脆C Ctrl V 就OK了 那名稱跟他的location 乾脆都用一樣好了 反正我不想 你也可以 Name的話你可以改個 Python 什麼 什麼 之類的 不用了 你就打 兩個都一樣 按OK 它會怎麼樣呢 連線到那個網站 去幫你找到那個外掛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會出現一個什麼 PyDiff 意思就是 Python的什麼Developer的相關套件 請你把這兩個打勾 再按NAS 它就怎麼樣 幫你找到 這三個東西 NAS 然後 Accept一下 Finish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去幫你把網路上面那個Python的外掛 掛在Eclipse 應該可以懂得邏輯啊 好啊這樣的話呢我沒有向前邁進了一步了 這真的比自助餐還 麻煩 應該是自己煮吧 不是自助餐 自己把環節弄起來 不過沒有辦法因為如果你不會這些東西啦 說真的怎麼辦 我包一個給你也可以啦 所以其實我是有弄一個懶人包 在上面 你也可以下載下來 一樣可以用 可是我覺得以後變成說你們要 最新版還是要來找我了 所以你不是一段時間你又要再來上一次課 才會update嗎 不用啦 我就教你了 然後 Install anyway 這個 把它Install一下 然後 再把它打勾一下 反正這個都 Accept一下 它就會 裝起來了 然後呢就把它什麼 Restart now 應該可以懂 只是說這個步驟呢 還是要了解邏輯 以後 如果有新的版本 你還是照做 就ok 或者說以後如果你要去開發 別的東西 一樣的邏輯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Python 不過你會發現 New一下看一下 目前還是沒有 Other Other裡面有沒有 Python 你會發現呢 它可以開發什麼呢 Python DIV的 Project 而且呢 它可以開發 Jungle 不過Jungle是網 網頁的那個 那等於是這個 後面的課程 就是 開發 網站 Server的那個 使用 那我們是這個 Nets就可以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環境已經ok了 但是呢 有 Python的 環境但是還沒有 跟 剛剛我們安裝的 Python連接 所以它還不知道說 那個Python的 那個compiler在哪裡 就那個執行的那個compiler 所以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去把它串連 不過我現在先到這邊先停一下 因為我怕你等一下這邊就忘了差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你們先直接怎麼樣 把環境解壓縮到 低點 這個 跟這個喔 OK 我是有把它改名稱的喔 2 打開它 如果執行 OK 沒有錯誤訊息 那你就不用裝Java 如果有錯誤訊息就裝Java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進到這個Help裡面 把它install new software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